第一場比賽就是代表說 今年球期要開打了 不能再跟之前 可能季前訓練一樣 可能大家要有備戰的狀況這樣子 蒲原準備好了 面對新賽季 三連霸的台中蒲原繃緊神經 已經準備好了 首戰對決上季冠軍戰對手 已經更名的副榜勇士就是一場硬仗 職業運動場上 維持頂尖狀態 建立連霸王朝是最難的事 四連霸 應當難上加難 蒲原兩位當家球星Q和蔡文成 新球季蓄勢待發 直指四連霸 至於他們的對手富邦勇士 則是要挑戰對手手冠 剛剛扶葬的新教頭奧蒂斯-Hughley 是怎麼樣看待全新賽季呢 NBA頂尖競旅磨合都在所難免 剛開機不會給子弟兵太大壓力 但這場開幕戰 勇士主帥想要看到 只有一個元素 拼勁 兩支聯盟頂尖競旅 究竟是蒲原能夠延續連霸氣勢 成功捍衛台中主場 還是勇士能夠踢館成功 打下開門紅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華廷遲 郭南洋蔡請進 台中採訪報導